紅茶散發出鎮鎮香濃的味道 苦中卻帶點甘甜 以手採有機為特色的森林紅茶 是南投縣魚池鄉的紅茶產銷班第六班班長 葉金龍發起成立的自由品牌 1998年一場921大地震 讓原本的魚池鄉在一夕之間成為災區 當地居民的生計來源全部斷了 地方產業會一夕 一般若要說經營農產品 如果沒有作用機 就會怕不久 怕不回家 不敢說如果要作用機的資格 沒工作 沒工作 沒貪錢 她過年不知道要怎麼過年 大家說爸爸不知道要做什麼 葉金龍看到許多社區媽媽 兩三年無工作可做 就貸款把自家檳榔圈砍掉 改種彩茶十八號紅玉汗 彩茶六號阿薩姆 靠著彩茶賺的錢 一起重建家園 一路上受到許多人的幫助 葉金龍靠著對品牌的堅持 建造了屬於自己的茶廠 這樣的成果吸引了許多企業的投入 除了經濟漸漸的提升之外 這裡也變成休閒假日時候的觀光景點 讓民眾經驗採茶的樂趣 有機種哪裡了 種心裡 種在心裡面 一杯紅茶看到了人 社區 土地關懷 清清甘甜的茶葉中 藏著葉金龍夫婦 與仙家角社區居民對社區濃厚的愛 祝福 祝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